古武術 武士有很多搏鬥術 現在已經很少機會見到 而傳統武術 今天就稱為古武術 三十多年來 甲野善紀一直致力研究 和分析各類古代武術動作中的要子 報章雜誌對甲野有關 古武術動作在現今社會的應用研究 有多番報道 他舉辦的講座 吸引了想有效運用身體的普羅大眾 和專家參加 而當中也包括多個運動選手 他徹底改變我對身體的看法 來這裡是想找更有效的運動方法 古武術的基本要子 是移動時無需扭曲身體 這樣就可以更有效利用耐力 而不是單靠表面的體力 現代體育運動 身體中線經常扭曲 而古武術著重保持垂直 古武術的動作要子 可以改善多項運動的表現 這隊學校籃球隊 利用古武術進行訓練 無需扭曲上身和擺動雙臂 令你跑得更快更省力 但用肩甲骨全球 可以更快捷更省力 不用彎曲收幅 令切入技術變得更得心應手 這個訓練動作 著重腳趾和膝蓋 保持一條直線 古武術就像魔術一樣 提升了他們的技術水平 古武術令這隊職藥的籃球隊 可以問頂校制冠軍 甲野向大家示範 如何集中下身的力量 和釋放腳步的能量 代替用臂力去抱起人體 護士和護理人員正學習 用古武術方法抱起病人 護士和護理人員正學習 用古武術方法抱起病人 我相信人體裏面 是隱藏了 一些我們無法想像得到的力量 甲野先生會繼續研究 務求將武士的智慧 應用於現代世界